在這個最困難的時刻 我願意挺身而出 我要參選民進黨主席補選 才願為黨挺身而出 時隔半年游盈隆心灰意冷宣布退黨 我再說一次大策大悟 大鳴大放 否則民進黨2020慘不忍睹 民進黨未來早有預見 62歲游盈隆現任 台灣民營基金會董事長 擅長民調分析 1994年入黨 接受徵召參選花蓮縣長 2018年底參選黨主席補選 23號鄭仲宣布退黨 六點聲明表決心感慨 蔡政府汪顧前輩奴隆 公投大選脫鉤 等同判離傳統支持者 你就可以看到蔡統統委員 他就堅持一個法律案 公投法 他這麼認真 日復一日 月復一月 年復一年 就是為了通過公投法 游盈隆也批判蔡英文 八年領導讓民主漸漸消失 何一致流於形勢 更抨擊蔡政營破壞初選制度 賴清德是否真的輸了總統初選 至今仍是巨大謎團 全台灣人了解民調都當成笑話 認為你這個總統初選的民調 有問題 台灣最厲害的民調專家 台大教授洪永泰 第一把交椅的 完全不相信你這個民調 民進黨困境旁觀者清 秘書長羅文家除了感嘆 又少了一個奮戰老朋友 也無能為力 陳衰變臉書拋文 游盈隆不會是最後一個 雖然不捨但尊重並認同 從我加入民進黨那一刻開始 我從來沒有改變過 直營不停小英 成黨內非主流 尤盈隆選擇轉身退黨明治 綠營分裂態勢逐漸浮上檯面 記者是文憲文宣 台北報導